昨天伊拉克的总理很高兴说 我们收复了拉玛迪士 还说趁盛追击 2016年一定要把IS彻底的连根拔起 彻底的消灭掉 好啦 今天轮到IS的头目巴格达迪出来说话了 他说现在 全世界竟然团结起来打我们 我们要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了 我们要问真理有可能吗 真的2016年IS会消失吗 有专家说没那么容易 而且我们也知道事实上有很多证据显示 IS背后有很多国家在撑腰哦 到底如何走下去 总理脸上满是笑容 虽然沉重的IS势力尚未完全消灭 但不论美国或巴格达当局 都对完全移动过拉玛迪充满信心 而美军的通行行动 仍仿佛在呼应伊拉克政府之音 美军运步在耶那耶的行动中 无人机成功击毙 一名射入巴黎恐攻的IS重要头目 26岁的法国人亚摩丹 此外 盟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也有所斩过 反IS武装分子勾下了被IS掌控 长达三年的一处水利发电厂 而由于发电厂距离IS大本营拉卡相当近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让反IS联盟士气大臣 如果2015年是最新的日子 如果2016年是最新的日子 如果2016年是最新的日子 最新的日子 最新的日子 和伊拉克总理喊出 2016就要消灭境内IS势力的宣言 更将第二大臣摩苏尔定为下一个光复目标 专家说这五个字没那么简单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老师我想请问 除了把这个相关的城市攻打下来之后 另外一个包括摩苏尔他要打 我们说这个地方打下来 这个地方打下来了 他一直往上攻攻这个地方来 是的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臣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城市 我们强调是第二大臣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是拉玛迪 是逊尼派的地区 提克里克就是海山的故乡 已经吃到了 对 提克里克是海山的故乡 那么也是逊尼派的居住的地方 再往北走 其实逊尼派的人比较多 大部分的这个在伊拉克的什叶派 是住在南部的比较多 北部的大部分是逊尼派 所以我们会看到原来的 伊斯兰国能够控制这些地区 其实就有点点解放逊尼派的意味 也就是说原来这些 叙利亚伊拉克到伊朗 都是什叶派的执政者 但是它被统治的是逊尼派 现在的伊斯兰国原来还能够 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叙利亚的北部 到伊拉克的北部能够做大 其实它有一点点解放逊尼派 被压迫的这种感觉 我们就看到了 原来有一些的逊尼派的人 不管是沙烏地 阿拉伯 约旦 或是其他的国家 甚至土耳其 他们都是逊尼派的 有暗中支柱的 这样的一种意味在里面 都被涉嫌暗中支柱的 这个暗中支柱很多 说是很多大国 对 也就是说周边的这些大国 逊尼派的大国看到伊斯兰国 他们原来解放的这些逊尼派 被什叶派统治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提供资金 武器等等 然后让他们能够扩大 可是等到这个伊斯兰国 对于这个敌人 包括库德族的 或是什叶派的 他们如此的残忍的时候 那么那种残忍的手段 当然对敌人 对什叶派的政府 政府均是有威责的作用 但是他们这种敌人 这种残忍 就引起了人道主义的声讨 不过现在伊拉克 这样一直不断收复很多城镇 但是专家又说 没那么容易 阿拉伯收不了 真的吗 我们要强调是在这里 当他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的时候 世界各国慢慢团结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原来他的金主 支持他的逊尼派的这些人 他要收手了 不但要收手 他们要反过来 要表态 所以沙奴地阿拉伯 就组成了37国联军 说要打击这个伊斯兰国 我们就看到伊斯兰国 就处在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地位了 原来他是有团结 逊尼派的意味 可是他现在逊尼派的 这些沙奴地阿拉伯的头 要跟他切断关系 被分化了 要跟他保持 要划清界限 避免他是变成支柱 伊斯兰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好 我们就看到这是 他们在地区中派的冲突 但是另外如果再加入 国际的战争的话 国际的因素 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怎么说呢 我们怎么说呢 当伊斯兰国从叙利亚 一直扩张到伊拉克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的军队 在伊拉克有绝对的优势 你之前讲说什么美国在伊拉克 根本是没有在帮忙打架的 对 大家都在怀疑说 你是不是到底是打架的 他们应该很容易打才对 我们有轰炸炸了一年多 炸了一年半 没有进展 对 没有进展 怎么会突然间 突然间 在这个拉玛迪这个地方 就收复了是吗 拉玛迪怎么会突然间就有进展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有几个国际因素进来了 第一个国际因素就是俄国 我们看到俄国不是一连串的 在这个叙利亚的北部轰炸 而且是炸这个油罐车 炸这个运油车 然后炸毁了2000多辆 炸这个产油区 炸这个炼油厂 那么他们 而且不断的指责这个土耳其 有偷偷的买这个伊斯兰国 等于是金元 技术援助 人员援助 经济援助 给这个伊斯兰国 托起来好处 好 俄国这样的一个猛烈的轰炸以后 的确我们看到了 伊斯兰国的财政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精神领袖说 我们要勒紧裤带 这个讲的是事实 因为表示什么呢 因为表示伊斯兰国的金元 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他们可能要开始减薪了 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再给他们的 伊斯兰国战士 每个月发500块以上的美元 苦日子来了 所以他们要减薪 好 这是表示说俄国的轰炸有效 俄国的轰炸有效 那就对于这一些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 例如说他建立实业派的统一战线等等 这样的情形构成美国的压力 好 但是伊拉克的总理 这个时候做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 什么事 12月22号突然间到北京去 到中国去 对 到中国大陆的北京跟李克强 他说邀请李克强 邀请中国到伊拉克来开采石油 然后来建立列油厂 然后发展伊拉克的经济 可是伊拉克不是跟美国很好吗 干嘛跟中国好 你就可以知道 伊拉克希望把它拉成一带一路的经济带里面 也进入伊拉克 进入中亚地区 这个时候大家都开始怀疑说 美国原来在原来原来不好好的打伊斯兰国 是不是就是想要破坏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经济带的建设 从阿富汗进入伊拉克 然后再进入 因为现在伊朗也邀请中国大陆进去了 伊朗邀请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进入伊朗 然后再进入伊拉克 所以你看从阿富汗 伊拉克 伊朗 是不是接着整个要贯通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对伊拉克来讲 他不但邀请你经济建设 接着他在跟习近平的时候 他说要求习近平 中国是不是也介入了叙利亚的问题 中国有答应吗 好 这个时候习近平 他的外交部的部长 就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他们就邀请叙利亚的副总理兼外长 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换言之也就是要邀请叙利亚的反对派 跟政府军共同到北京来开会 这样的现象 我们看到了 中国大陆已经好像 有点要介入中亚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接着防空法通过了 防空法通过以后 解放军已经获得法律的授权 在明年1月1号以后 解放军跟人物警要进入海外 进行恐怖主义的作战 中国要进入伊拉克了 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看到了 突然间拉玛迪的攻势 突然间获得了很顺利的进展 也就是说美国在拉玛迪的 空中的援助这个部份里面 竟然产生非常大的效果 美国急于表现了 要表现了 那么要表现意思也就是说 我美国可以处理伊拉克的问题 不需要中国大陆的解放军进来 因为俄国已经进入叙利亚 如果解放军再进入伊拉克的话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盘 压力就大了 就不是只有他一个国家了 他现在在叙利亚的俄国 已经不走了 如果未来解放军也进入伊拉克 对美国来讲的话 那还得了 好 所以你看 拉玛迪突然间这个战事有效 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在吹嘘说 是因为他训练 伊拉克的政府军产生效能 其实我的估计是不对 为什么呢 应该是伊朗的民兵组织 伊朗的民兵组织 应该才是这次打击 这个拉玛迪的主力部队 因为路面部队 边打边收复 对 所以是空中掩覆 但是以伊朗的民兵组织作为主力 伊拉克的政府军作为助攻 然后把这个拉玛迪收复 目前占领了拉玛迪80% 因为伊斯兰国在撤退的时候 边撤退边放很多的鬼雷跟炸弹 来辞还你的政府军的行动 好 目前已经控制收复了80% 还有20%有待收复 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摩苏尔 也就是说 一旦把拉玛迪收复以后 是不是就应该往北摩苏尔来攻击 看起来蛮快的 态势还蛮准的 因为如果摩苏尔一收复的话 因为今天伊斯兰国的 不可被攻占的神话已经破灭了 接着如果全力攻打摩苏尔 把摩苏尔收复第二大城的话 他们就可以掌握有这个水的资源 以及电力的资源 还有第二大城一收复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伊斯兰国 就要从这边 他的主力部队 目前5000个人在那边 一旦被击溃以后 他们就要往叙利亚这边跑 等于四分级都收复了 这一块 是 那么这样的伊拉克的问题解决以后 伊斯兰国被赶回叙利亚的时候 叙利亚的政治解决 也就是说政府军跟反抗军 达成政治协议停火 那么一次对外 先把伊斯兰国消灭的话 这样的情形 伊斯兰国的处境就非常艰难 所以我们会有点乐观 但是前提还是在于 你看美国愿意真正采取行动 还是因为伊拉克的总理 到中国大陆邀请解放军 进入伊拉克 我觉得这个是 有很大的一个外交关系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的做法都是根据他的国家利益需要 也就是说养一下伊斯兰国 对美国也不见得坏事 但是如果养的一直伟大不掉 而俄国已经进来了 如果中国大陆又进来的话 这个时候对美国就不利了 这样的情形 美国就有诚意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一旦有诚意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情况就会比较乐观了 对美国有诚意要来处理这个问题